Android Horwath说 他领导的新民主党政府将为省民提供一个更加环保的生活环境 Horwath在新民主党环境评论员Peter Tabins的陪同下 宣布多项针对环保问题的竞选承诺 包括冻结公交车费4年 提供最高5000家元的家庭节能补贴 分步骤关闭燃煤电站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 废物回收项目的成本从由纳税人负担转向由公司负担 以及投资兴建单车网络 包括设立单车通道、单车存放点以及推动其单车旅游